20. 文匯報 自讀雇主脫身非傭獲准覆核 2015年7月8日香港新聞A10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道發早29歲非傭稱已婚男雇主多次在他背後自讀 禁鐘用手機偷拍對方犯案經過並向警方報案 為律政司認為證據不足,拒絕起訴男雇主 非傭日前日品申請司法覆核 要求刑事檢控專員重新考慮檢控 曾任決策刑事檢控專員的法官食委成作頒下判詞 指此問題有合理可爭拗之處 批出司法覆核許可及下令盡快進行聆訊 律政司一方於上週進行申請許可聆訊時 引用《香港基本法》第63條 指律政司主管刑事檢控工作,不受任何干涉 即使刑事檢控專員嚴重犯錯,法庭也不可干涉 而不可而言 它不能待幾只部 作詞 ая作詞